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坐 杏儿是不是在你这儿 怎样 喝点什么呀 咖啡还是 不用麻烦了 我就想告诉你 你强行把杏儿带走是不对的 吴远洪跟你这样说的 你不用问那么多 杏儿是不是在你这儿 是 她把头摔破了 她保姆给我打电话 所以我赶去医院 你为什么不问问吴远洪那时候在哪儿呢 她告诉我她有事 出门了 出门 真够巧啊 你相信她 我应该相信她 对 她确实是出门了 而且出门好几天了 一直把杏儿扔在家里不管 杏儿摔破头了 她保姆打电话找她找不到 所以才给我打电话的 你的意思是说 吴远洪在骗我 你不相信的话可以问问保姆 问问她 吴远洪究竟是怎样的母亲 她到底有没有好好照顾杏儿 那杏儿现在呢 在我那儿 挺好的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杏儿要是跟我在一起 总比跟着吴远洪要好 你可能误会了 我今天来找你 只是为了确定 杏儿是不是在你这儿 我是吴远洪的律师 我不能帮你做任何事 你应该清楚 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帮吴远洪 尽可能地争取 属于她自己的利益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行 那好 今天我就跟 吴远洪的代理律师 好好谈一次 好 走 走 妈 来来来我帮你 不用 不是怎么了妈 昨晚没睡好 这么大扫 气这么不顺啊 白丽啊 就你那天晚上是几点钟回来的呀 哪天啊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说糊涂的啊 想想 不是 妈 我没注意啊 我没看表 我替你看了 那天是天见亮了你才回来对吧 好像是 妈 怎么的了 拿凳子坐下 妈 你都是当妈的人了 以后不要整天整夜地在外面疯好吗 不是 妈 当妈怎么了 当妈也得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啊 我这么年轻我不吃不喝不玩 活着有什么劲啊 再说了 你们家叶如胜也没比我早婚了两分钟 你干嘛老说我不说他 因为你还不如他呢 他是男的 你是女的 女的怎么了 女的就得自重自爱的 妈 你这话说太重了 我哪儿不自重不自爱了 妈 我知道 你就看不上我 那好 我搬出去住行了吧 太好了 你要真搬出去啊 我不拦着你 不拦就不拦 我在外面住得更好 那我祝福你 那我祝福你 有本事现在就本了 我敢在法庭上起诉的 我就有绝对把握 在不损失任何个人利益前提下 都能打赢这场官司 不损失个人利益 我果然没在做 你做得也够狠的 我这是对 自我的适当保护吧 你们的感情 不管变成什么样 但她毕竟是杏儿的妈妈 你都会自我保护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她 她现在很没有安全感 虽然她没有跟你一块创业 但她毕竟是你家庭成员的一份子 是你背后的女人 难道你觉得你不应该 在提出离婚以后 给她一些经济上的补偿吗 你说的那种贤妻良母是有的 但不是她 她一分钱都得不到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觉得我们俩没有必要 再聊下去了 再见 一千万 什么意思 我愿意支付吴远红 一千万的抚养费 可你刚刚还说一分钱 都不想给她 条件是她必须放弃杏儿 商人毕竟是商人 付出都是有目的的 可是你想用一千万 就解决所有问题 有些太不实际了 我还是坚持帮我的当事人 争取更多的利益 别那么乐观 我就不是乐观 是自信 跟你一样的自信 那行 那你开条件吧 我的条件还不够清楚吗 就是你资产的一半 以及信尔的抚养权 我欣赏你的自信 但是 不用说那么多了 关于这个案子的一切 我想还是在法庭上解决吧 那个你好 请问一下赵董办公室是在这儿吗 再见 再见 请问你预约了吗 还 还要预约啊 是啊 姐 卢盛 辉哥 你怎么在这儿 我呀 那个 这样吧 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吧 好 我告诉你 多让那小子 早 告诉你 原来我早就打他了 莱莉 不回家跟这儿干嘛呢 什么呢 关你屁事 别烦我 烦着呢 烦什么呀 咱这儿人高兴还来不及呢 听说咱这儿拆天就开始了 拆呗 逛什么事啊 那我得给你打听打听啊 咱这儿这次什么规矩啊 是拆迁按人头算呀 还是按户口算呀 有什么区别啊 那区别大了 要按人头算的话 我们家占便宜呀 我们家人头多呀 要按户口算 那就完了 我们家那么多人就一个户口 那不傻了吗 哎 怎么着 你嫁给他们家户口签进来了吗 签你下去啊 嘿嘿嘿 我可不敢 大理 我就跟你说啊 要签户口赶快签 不签户口 没户口就没房子了 忙去忙去 回见啊 是我让他到我这里来的 我要请他当我们公司的网络工程师 这么大的事怎么没听你跟我说呢 我是凭本事接着工作的 凭本事 你有什么本事啊 干吗呀姐 老是这样 你不信你问辉哥 辉哥 你告诉我姐 是看中人情 还是看中我的实力 试用期半年 干的好了 再考虑跟你长期合作 姐 你看 辉哥这话说得多牛啊 我就有这实力 怎么的 姐 你开车慢点啊 我先回去了 来 等会儿 你跟我回来 我说姐 你能不能用与时俱惊的眼光来看我这个弟弟 总是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我好不容易有一份工作了 你还想我怎么样啊 可我总觉得 赵辉想让你到他们公司来工作 一定有目的 什么目的啊 我就知道他是我辉哥 我们家老邻居 更何况他还是你 行 就算他有目的 他也只会为我好 不会害我的 那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是他太太的代理律师 这跟我有关系吗 怎么没关系啊 现在我处的位置很敏感 为了以防万一 你把工作推了吧 这样我才能踏踏实实接我的案子 姐 为什么不是你推掉这个案子 让我接这个工作的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 这样会到底给你什么好处啊 姐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这跟好处什么都没有关系 这份工作对我特别重要 它是我整个事业的起点 反正我是不会放弃的 还有姐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不会永远 我会永远按照你为我设想的方式去生活的 我会永远按照你为我设想的方式去生活的 你带他来干嘛 你带他来干嘛 我让你干嘛来了 还不赶紧收起来 我说你怎么不长点脑子呢 是 跟你说多少回了 都说了谁的小弟随一随 你怎么一点不像我呢 是是是 多学学我用用脑行不行啊 是明白明白 我告诉你啊 在这好好看着 一旦看见吴远红 马上给我打电话 听见了没有 明白 是 哟 你们要出去啊 对啊 这样啊 我们呢有事跟你们商量啊 怎么了 前两天你们不是说要搬出去吗 不是 我跟你说啊 我和你爸 刚才去了房屋中介公司 帮你们租了一套房子 你看怎么样 那个价格特别便宜 地理位置还特别好 莫尔曼 这个是 那我 卢盛 你们什么意思啊你 我们帮你们租了一套房子 采光特别好 结构也特别好 户型也特别好 是吧 又骂我 上边来不及了 迟到特别不好 回来再说啊 这 这 子秋 你们 这 怎么回事嘛 你看这是 老爷啊 咱们这回又被他们俩玩了 啊 小笨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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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回来了 对 爸爸 爸爸给你买了最喜欢的甜品回来 怎么样 挺好 就一直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那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吃一点 我不吃了 哥 我先走了 谢谢啊 星儿 我们吃点甜品好吗 哎呀 都是你最喜欢吃的 来 快吃吧 爸爸 爸爸 你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不回来呀 不是爸爸不想回来 是爸爸回来你妈妈不高兴 爸爸现在来看你了 来 赶紧吃 好吃吗 来 不给 哈哈哈 你决定了 你真的决定当妈妈了 决定了 那智儿呢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决定 不当坚定的丁克一族了 这么快就缴械投降了 没法坚定啊 我现在发现了 生孩子不是一个人的事 这老人家觉得寂寞 我们当小辈的 也不能太自私啊 得给他们点念想 是吧 不过你这转变也太大了 这叫突变吧 不管它是什么变 只要我跟智文的感情不变就行 这才是最重要的 谢天谢地 终于明白了 不过啊 在我决定要生孩子的时候 我觉得以前的那些障碍 都不成问题了 我现在 还真有点想当妈妈的感觉 我觉得恐惧倒是有那么一点点期待 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呢 不如说实话 我觉得怀孕 是女人一生当中最美妙的一段时间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 我怀我们家蓬佬的时候 第一次抬动 什么感觉 被人踢了脚的感觉呗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你就是长出来的感觉 什么呀 你明白 我说金方 咱们这个时候就开始准备 是不是早了点啊 这孩子生起来是大是小 是胖是瘦还不知道呢 我觉得 你先别这么来劲了 你懂什么呀 阿姨 你要给小孩买点用品吗 孕产期是什么时候 先预备着嘛 等到时候生了就来不及了 你看这孩子说话多好听 你先预备着吧 哎呀 可惜呀 还没影呢 不过 不过没事 今天咱看了 就怀上了 马上就怀上了 对对对 咱就得多看 谢谢你姑娘啊 我们那个等有了就到这来 借你吉言啊 行 走 以后啊 你得多传说一下你的经验给我 既然要生孩子 我就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经验啊 是因人而异的 还靠你自己多去留心 你比如说 你要充分地做好心理和生理 双方面的准备 生理上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会做好准备 可是有些人呢 恰恰忽略了心理的准备 这么给你解释吧 就说这都怀孕 要当妈妈了 还没做好当妈妈的准备呢 毕竟现在都是独生子女 在讲究忧生忧郁对吧 等会 你说具体点 我得注意哪些方面呢 这注意的方面可多了 你比如说 营养你得均衡吧 吃什么补什么 对了 关键是你这工作 关系到你的心理 你要放松心态 工作压力不能那么大 知道吗 而且啊 买本书去看 系统的学习一下 看完之后呢 带着你们家志文 到医院去做一个孕前体检 动什么眼睛啊 你这都不明白啊 了解一下彼此的身体状况 直接关系的宝宝身体健康呢 行 听你的 对了 现在有好多 好运培训班 我给你报个名 有你这军师在 我还真是省心啊 一劳永逸啊 你生孩子还是我生孩子 行吧 我的事呢就交给你了 爸妈我吃饱了我先走了 你吃饱了生花店了啊 站住 吴盛啊 你今天跟单位请个假 白丽呢 把那花店关一天 准备想想那个搬家的事了啊 你爸每天都去超市 帮你们要纸箱子 准备给你们打包呢 爸妈 其实我们也挺着急的 但是白丽这两天花店生意 实在是太好了 是啊 而且我刚进辉哥公司 我得好好工作呀 所以有点忙 不养他再提这事啊 走吧 爸妈 你儿子啊 不知道又要出什么鬼花招了 王老师 你自己养的儿子 你还不清楚吗 就像那个张妈说的 啃老族 咱们呀 还不知道要被他们啃到什么时候呢 哎 看吧 看吧 哎呀 我看这儿是什么鬼花招了 这儿是什么鬼花招了 这儿是什么鬼花招了 这是水长的鬼花招了 对啊 这就是一只 没人这么好吃的 行 行 行 这就拿她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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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了 我爱情的防线 换一个蓝天 再没有笑颜 换的感情线 你给我念念那个书上的窝的印 怎么写的 找着没有啊 找着了 黑豆一百克 紫鸡半只 生姜大蒜少许 还有特别著名 黑豆富含孕激素 对 就这个特别重要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女人怀孕并不可少的 多吃点这个 受孕的几率就特别高了 你说 你说她爸 我每天看这个多高兴 你说她们又是 一下子给她弄俩 对吧 咱俩乐都添上去 我说 咱的孩子用得着这个吗 怎么用不着啊 这是科学 你知道吗 你这吃了它总没有坏处吧 我跟你讲 为了生孙子 咱就得用点心 知道吗 那是 那是 我说你打没打电话呀 他们怎么还能回来呀 打了打了 刚才电话里说 他们已经在一块了 应该快了 妈 新世纪的好男人 那是 妈 这个难度有点太大了 现在的年轻人 你得遇到困难 知难而上 这才能进步 对 王老师 你说得太有道理了 我还要跟白丽好好过小日子 虽然这个难度吧 也有点大 但是我会尽力的 行 不要 这话我还听 那我进去看看子秋去啊 行了 就说那 再炒俩青菜就完了 行了行了 没完了呢 表现真好老头 我跟你说 我刚才尝了口那汤 好玩 总之呢 怀孕注意事项的 就这七八条 我都给你写上了 那么刺激 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我告诉你 你不用记别的 你就记住 哪个菜做过就行了 这个当局长的这点事 都不需要再一别 我拿东西吧 是我拿 兄弟 你来 行 回来了 儿子 妈妈 今儿是什么汤这是 鸡汤 鸡汤 马上准备吃饭 就好这口鸡汤 就是个馋猫 你总是厉害的 特意这样的 坏什么 什么 时尚 您想问 您儿子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化界工作者 是吧 我一定要保持我的着装 整个状态应该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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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成是 这你爸跑了好几个商店才买着的 你看这俩孩子多可爱 你看这小屁股 你想去摸一下 那是小屁股 哎呀爱死我了 这是什么爸买的 是啊 那你这买吧 我还买个黄毛外国孩子 什么是外国孩子 这就这黄毛 蓝眼睛这是外国孩子 别瞎说好不好 小孩黄毛是很自然的事 什么 他爸你真是有一个外国孩子 真是外国 真是中国的 原来 真是 行啊行 反正不管什么 能生孩子 是孩子就行了呗 主持人 你呀 以后啊 你就照这个 给我跟你妈 生个大胖小子 或者大胖闺女也行 我先把画上的签证 咱们家不搞那种 重男轻女的那一套 对对 没这 只要你肯生 男孩女孩我们都喜欢 对 都喜欢 照着这个生啊 那你的压力还挺大的 呦 那这 这不是压力大的问题了 我就 要生出个黄毛了 我还没这基因可能 搞个小子 不过我觉得爸挺有眼光的 你看 把这画啊 在这儿这么一放 你看 你看 就是你多大调 挺和谐的 而且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是 眼光不错 还有咱们如今 善解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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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们仨都觉得 把这摆在这儿很好是吗 好啊 不错啊 那 那是我什么也有问题了 就是有问题你 是 是 如新呢 那个 妈跟你说啊 你以后啊 每天就是再忙 你拿出十分钟来 你就盯着他看 你生出孩子 保证就像这样似的 没准呢 也是俩 这再讲 对对对 看什么就这样 妈 但是孩子像什么 我尽量的啊 我先去换衣服了啊 没反感 闭嘴 你按这个 按这个 真的 你相信我这没错 你会玩吗 傻不辣鸡的 你看 你太蠢了 来来来 你按这个就上去了 你多傻呀 你儿子坑了 你 是又装忙吗 那那那你去看看 我给你接手 你去看 你去 叶主任 你你你怎么爬这么高 你你 哎呀你 你给我下来 没事没事 主持人 快过来 给你爸换一下那保险色啊 妈我忙着呢 你怎么忙你给我出来一下 你别管他了 都解出来干动呗 要不这样你先下来 给志文打个电话 让他明天来修 你别什么事都给志文打电话 他很忙的 那你儿子指得上吗你 卢盛 这孩子真是 快看看子修他怎么哭呢 还哭着怎么回事呢 你进去看看 快快快快 你这怎么办啊 摔下来怎么办啊 你去看看孙子去 快点 卢盛 妈 他哭不停 去去去去 没事我这没事 小心点啊 去去去 这孩子哭成这样 你们耳朵是炉了呀 哎呀妈 地球烦死了 别吵死了死了死了 别吵啊妈 什么死了死了的 哎孩子哭成这样 你们还好意思玩游戏啊 哎 我要问问你们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呀 我我的妈 哎妈 当初咱都说好的嘛 我跟白丽 替你把孩子生下来 接下来事儿 咱们就不管了嘛 就是呢 洗你个臭小子 算你们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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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帮我这儿啊 哎呀 爸爸说要说事儿吧 哎呦 你就不提我的 哎呀 你看 哎呀 爸不是我说你 让你等姐夫来弄 等姐夫来弄 哎呀妈妈妈 再来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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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如馨哪 嗯 你看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样啊 这个每一个呀都有不同的营养 有的是不心的不铁的不钙的 是吧 多种维生素 妈是按那个书上来的 今后呢你要想吃啥啊 你就跟妈说 一定能够伺服好你 嗯 嗯 妈 爸 你们辛苦了 我跟志文 敬你们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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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给我们生孙子 谢谢如馨 谢谢 哎呀 哎呀 他爸 这么高兴的日子 你也得说两句吧 嗯 好 那我就 简单地总结一下吧 总结 你怕开会过去开惯了 行 总结总结 这个 今天呢 是个特别值得庆祝的日子 啊 因为志文和如馨 我们在正式结婚 在正式结婚五载的今天 啊 终于正式决定生孩子了 啊 你爷爷 当年打日本鬼子的时候 那一打就是整整八年 解放战争四年 我们这个家呢 呃 在经历了五年的内部争斗之后呢 今天 一天 也取得了 阶段性的 大人口 行了 行了 他爸 说的挺好 他爸说的好 但有一句话啊 我得解释一下 你爸有一句话不合适 什么叫内部争斗啊 咱们哪争斗了 咱们一家人 咱们就是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 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是吧 我们商量这个 好好好 你说我不说了 好好好 你来说你来说 我总结了一下 我决定呢 跟你们两个 约法三章 妈这是 要约法三章啊 啊 对对对对 我也要跟你说这个 现在 由你妈 跟你仔细说 哎呀 我这样 我怕 我怕忘了 写上脸 哎 哎干什么呢 没有不是 我这不是要重视吗 严肃点 哎 为了这个保证 科学的受孕 这个合理的这个膳食 反正就是保 就是总之是保证 我们生一个健康 可爱的孙子 我今天呢 想给你们说几点啊 第一点呢就是 切记并从口入 以前吧 你们两个特别 还在外边吃饭 尤其那个什么 那个打排档哪都吃 那可不行 你知道吗 那看着那东西好像 挺挺挺挺鲜了挺好 其实你都不知道 是什么油弄出来的呀 对对对 那吃了对身体 是绝对有害的 所以今后你们只要下班 就回家 妈给你们做好吃的啊 第二个呢就是 就是合理的安排这个休息的时间 今后呢早睡早起 每天早晨你跟如新两个 没事就到外边去去散散步啊什么 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是吧 这样对身体是绝对有好处的 第三点呢我就是想跟你说 你知道吗 绝对不能喝酒了 对对对 最后一点就是对如新的 你呀那个上班啊还是什么 接触那些辐射的东西太多 什么电脑啊电视啊还有你那那那 随时带那些东西 今后都得软一点知道吗 那个反正吧 我大概想到的就是这些 以后呢 妈什么时候想到呢 我就随时补充 这您要是讲全了的话 还不得明天早上了 你讽刺谁呢 行吧 妈说你听着 我说是 我说我说待会就录下来嘛 我记不住 这你就是不如人家如新懂事 行那吃吧我吃点根不闹 你先跟我说你听进去了没有 我 我吃完根我就记住了 妈 放心我们都记住了 吃吧 这脚肿得太厉害了 要不咱们去医院照个片子 没事就放心了 汪老师 没事 别打击小怪的啊 就就就崴了一下脚 谁说不严重 伤心动武一百天呢 白丽 你看你爸这脚崴成这样 明天买菜做饭的事你就负责了啊 我不会做饭啊 妈 要不你教呗 我根本就没时间教你 干嘛呀 那么大火气 刚才紫秋哭声什么样 你们都在哪呢 我给你爸扶着那个梯子 我得去管吧 一松手 把你爸摔成这样 你好意思问我呢你 别争了 这不已经 你像个当妈的样子吗你 别争了 你可现在已经这样了吗 是不是你看 你看 爸 妈 这个保险丝修得怎么样 如胜啊 你也就会修个保险丝 你牛什么牛啊你 非得你爸腿摔成这样 你们才会干点事啊 得 今儿晚上你们带紫秋睡 对 我还得照顾你爸呢 听明白了吗 去去去去 如欣啊 妈跟你说呀 这个怀孕啊 除了那个心理的准备呢 还有其他的那个 你 你明白没有 妈什么呀 你没明白妈说什么 妈是说呀 就那个 那种药啊 它停了 你早停了吧 药是停了 但是没多长时间 我听周云说呀 如果想怀孕 停了药以后 得两个月呢 不不 没事 两个月算什么 妈五年都等了 不 多差这一会儿 哎呀你 去咨询周云了 太好了 妈太感动了 真的 你看人家是妇产科大夫 是这方面的专家 以后呢 咱们有什么事啊 就多去问她 多去请教她 这样的话呢 咱们才能是吧 健康 我知道了 妈 那我送肠了 对对对 你给她们送 对 妈给她好东西 chen 好了 爸爸 儿子看个不能 DeutsEN 昂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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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了 爸爸 我 干嘛 主子 你别哭了 我给你当儿子 承我承 你有病啊 你给他当儿子 我当什么呀 随便女生人啊 你能不能别哭了 我就 老婆 不地老啊 放屁都不说一声啊 你才放屁呢 奔的什么味啊 不跟你讲 这事交给你了 这踏实 你教我干嘛呀 妈 妈你快出来 我受不了了 我要疯了 妈 不知道你爸在睡觉上 什么事啊 妈 这子秋哭个没完 你帮我过去哄哄她呗 你是她妈 我是她妈呀 自个儿的孩子哭了你都不会哄 你是妈吗 妈 当初你们让我把孩子生下来的 你们说要帮我带的 别她一哭就不管了 我不管了 我管 我管过她 你那天早上对我什么态度啊 孩子饿了你不起来我去抱她 你把我哄出去了你忘了你 你行了吧你 行了 我不管我今天就不行了 妈 那天是我错了 我陪你道歉 那你就帮我哄哄她吧 不行 今天晚上我得照顾你爸 妈 要不这么着 明天早晨我做早饭 怎么样 妈 你给我站好了 你听着啊 你是孩子的妈 你得改改你身上的毛病了 你现在像个妈妈 你姐担起责任啊 行 我告诉你 你得把身上的毛病给我好好改改 当个好妈妈 我就帮你戴刺丘 没问题 进去 赶紧去 赶紧去 你让他们喝茶 不好意思 把你扎背给我给你噓点水 你不知道这是谁吃的吗 哎呦 越青大 哎 叹叹叹叹叹了吗 你妈现在心里只有你 智文 现在连山竹都吃不上了 那是啊 你这时候谁做药再看不出来呀 生孩子 这主要是女人的事 是吧 咱们如心是最辛苦了 因为这孩子要从你肚子里出来 所以你是大功臣 你想吃啥 妈就给你弄啥 妈 坐吧 坐吧 干嘛呀你那表情 妒忌是不是 我媳妇我还妒忌吗 没有 没有 我就是说 这人家还没怀上呢 这已经进入战备状态了 这要真怀上 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我跟你说 真怀上你也就没用了 你愿意怎么过怎么过 对对对 喝点茶的 你吃啊就行 吃 你给他喝吧 没事啊 对对对有事 那个帮我干点事 你爸妈干吗呢 你这么早就睡吧 跟你说话呢 你想什么呀 我是 越看这幅画越不顺眼 你说咱爸也真是的 买就买吧 还非买一个外国孩子 这怎么生啊 这咱俩再怎么使劲 也整不出这样来的 这不挺好的吗 你矫情什么呀 你矫情什么呀 只要你爸妈高兴 再怎么别扭 怎么都忍了 啊 行 我忍 我才不动态呢 那我跟你保证 不出两天 咱咱爸妈让他亲自挪地儿啊 你想干吗呀 又琢磨什么坏事呢 你要是敢打这幅画的主意啊 你当心我晚上收拾你吗 妈 别晚上了 现在就收拾我 你干吗 我这是欠收拾你 你只能在梦中抱怨 什么 你的心 你只能在梦中路上 你只能在梦中 你只能在梦中 你 别emandota 如何 authentication 你只能在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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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许提此分别 生命的月下时间 我全部用来陪你 到老的那一天 站立爱情之高点 十年抹一剑 为了爱沦陷 突破爱情的防线 换你一个蓝天 再没有笑颜 断的感情线 再掌心抚远 再眼神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